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连日来的加班 终于击垮了我 跟领导请了假 我急匆匆来到医院挂了急诊 刚进入诊室 就遇到一个长得挺帅的男医生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只是 我感觉这医生有点面熟 想不起来哪里见过 结果人家直接让我躺下说 要做检查 行,躺下就躺下吧 谁让人家是医生呢 谁知,等他戴好手套走近我 张口就让我脱掉衣服 身为活到28岁 没有跟男生牵过手的母胎 solo来说 这会不会太刺激了一些 虽然知道是为了对症治疗 可我还是忍不住害羞了 于是我一正辞言地拒绝了他 还顺带吐槽对方 为什么脱衣服 穿着衣服不能检查吗 可对方似乎早就料到 我会这么说 轻飘飘来了句 就凭我是你老公 啥 男人眯着眼睛观察我的反应 似乎确定我完全想不起来这茶 脸色冷了几分 看来老婆大人连自己已经结婚了 都不记得了 男人深沉浸浴的脸 就在我的正上方 此刻俯视着我 给了我不小的压力 我这才恍然想起 这人怕不是自己那上个月 才扯正的便宜老公 能单身到28岁并不容易 首先就要练就 抵挡每月被催婚的能力 刚开始 催婚大军只有我妈一个人 偶尔催得急了 我爸还会在旁边 替我美言几句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读嫁人也好 咱们也不是养不起 时间久了 我爸也坐不住了 我妈名的催 她花是催 不是对着喊爷爷的 七个葫芦娃回答爱 就是去楼下 抱别家小孩来刺激我 眼看还是催不动我 好家伙 家里七大姑八大姨 全部出动 基本上 相亲就跟流水线似的 一个月一场 从早排到晚 生产队的牛都不敢这么使 我在研究院工作 平日里工作很忙 偶尔放假还要相亲 让我不胜其烦 终于再一次相亲的时候 我彻底爆发 逮住一个看着还算顺眼的路人 打算来个先斩后奏 而这帅哥正是我眼前这个 一脸不满盯着我的男人 叫啥来着 哦 对了 扯正的时候我瞥了一眼 叫江雨 名字还挺好听 那天领了证 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后 我们就分道扬镳 中间再未联系过 没成想 对方竟然是个医生 自己还成了他的病人 想起来了 可以脱衣服了吧 江雨似乎并不打算放过我 仍旧执着于让我脱衣服 形势比人强 我忍了 因为羞涩 我微微错开视线 闭上了眼睛 这才把衣服往上拉了拉 露出腹部 冰凉的触感 按压在我的肚子上 稍微一用力 我就痛呼出声 啊 疼 清点 嗯啊 我偷偷把眼睛 睁开一条缝 打量江雨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觉他的耳朵好红 而且 我这个角度看过去 正好看到他完整的侧面 让我瞬间想到 一句话来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用来形容江雨 怕是一点都不夸张 许是我的视线太过直白 江雨收回手看向我 好了 是急性兰尾炎 需要动手术 对了 你倒也不用叫的那么 视死如归 因为是急诊 外面还有很多排队的人 我进来的时候 并未关门 检查的时候 也是把帘子拉了起来 隔绝了外面人的视线 江雨说完那句话 我明显听到 外面有人扑哧笑出了声 很好 直接射死 我愤愤地瞪了江雨一眼 可江雨视若网闻 毫不拖泥带水地坐回枕台 开始刷刷刷开病例 边打字边说询问 做吗 我思绪飘得太远 以至于刚听到这句话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不好意思 我承认我想歪了 江雨看着我的脸色 似乎意识到我在想什么 不自然地瞥开眼睛 我问你手术做吗 他又重复了一遍 而我意识到自己想歪了 脚趾已经在自动扣三十一听了 江雨怕不是我的科兴吧 今天我的智商严重不在线了 见我不说话 江雨叹口气 凑近我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安慰我道 等你身体好了 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可以什么 我脑子快速运转一圈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江雨说的是 做吗 也不是不可以 天哪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不过是来看个病而已呀 询问间 江雨已经开好了住院单 塞到我手里 直接去五楼住院部办理住院手续 费用我会去交的 我帮你喊了护工 我忙好就去看你 对了 手术安排在明天一早 今天先用消炎药止痛 乖 听话 我被这最后一句话砸晕了 除了我爸 还没人这么喊过我 直到我走出诊室 脑袋都是懵的 江雨这是哄小孩呢 然而 等我办理完住院手续 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沉着心点的接通 死丫头 正都扯了 我和你爸还没有见过人 赶紧带回来 不然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刚想说话 肚子又痛了起来 一出口的都是声音声 我自己听了 头皮都发麻 电话那端的人突然就沉默了 我缓了一会儿 刚开口说了个妈 你听我解释 那边迅速挂断了电话 传来一阵嘟嘟嘟的盲音 完蛋了 我妈不会以为 我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是吧 果然 不一会儿 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就炸开了 罪魁祸首不用猜 就知道是我妈 我忍得痛 翻看聊天记录 我妈 家人们 好消息 我要当外婆了 洒花洒花表情 我爸 我家怪宝下手就快准狠 刚领证就生孩子了 爱心爱心表情 七大姑八大姨们 恭喜恭喜 婚宴和孩子满月一起白酒 双喜临门啊 家里小姨辈们 向姐姐学习 一脱单就生娃加油表情 我 打住 我要生孩子了我怎么不知道 惊恐 表情 我妈 关键时刻你看什么手机 滚去生孩子 嫌弃 表情 看着手机提示 你已被挪出群聊 我绝望了 身为新时代网瘾少女 转手我就发个朋友圈 目前这情况 是不是不生个孩子出来 就不礼貌了 在线等 急 护士给我扎上了止痛消炎针 我感觉没那么难受了 就躺着刷手机 看着刚才自己发到朋友圈的截图 底下评论五花八门 我笑得花枝乱颤 不痛啊 笑成这样 低音炮在我身侧响起 我顺着声音转过脖子望去 是江雨来了 被造谣和我生孩子的正主来了 我哪里还敢躺着 挣扎着就要坐起来 江雨急忙伸出手按住我 示意我躺着就好 好死不死 那骨节分明的手 正好按在我的身上 又被她快速收了回去 看着她憋笑到通红的脸 我深刻怀疑她是故意的 果然 她以检查身体为由 拉住了床帘 突然靠近我滴雨 你想生孩子 也不是不可以 消毒水的气味 喷洒在我的脸上 惹得我被挤窜上一股酥麻 和她靠得太近 将于琥珀色的眼神盯着我 让我不自在地错开了眼睛 小声嘀咕 生 生就生 美色祸人 但我气势不能输 然后 我就感觉身上一凉 病号符被她掀开了 我大惊失色 用力把她手打开 啪的一声 下手颇重 可我顾不得这些了 手忙脚乱地捂住衣服 缩在床头 恨铁不成钢地教育她 我可没说在医院里生孩子 江医生 你注意影响 江雨摸着被我打红的手背 站着身体叹了口气 我没想到 你对和我生孩子 有这么大执念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眨白着眼睛看向她 她似乎没想到 我在这方面这么不开窍 半哄半强迫地拉过我躺下 乖 我只是做个检查 喷喷喷 鲜血只冲我的脑门 我眼急手快 拉过被子盖住头 直到听到江雨 严余的笑 和离开的脚步声 我才拉下被子 透了口气 然后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我这是被调戏了 我气得咬牙切齿的时候 护士拿着医嘱过来了 三十六床 苏暖 是我 苏暖 今天晚上空腹 明早你第一台手术 这么快 我有些忐忑地询问护士 小姐姐 这个手术会留疤吗 护士眼带笑意地看着我道 你放心 姜医生的技术一等一地好 姜医生 请问是姜与姜医生吗 似乎奇怪我会这么问 护士纳闷地看了我一眼 又帮忙调整了一下 输液带的速度才回答我 对呀 还能是哪个姜医生 你放心吧 别看姜医生年轻 技术可好了呢 说完就离开了 徒留我呆愣在原地 小姐姐 我不是觉得她技术不好 我是担心手术的时候要脱衣服 会不会射死 想到这些 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女人的第六感永远是那么的准 刚进入手术室躺下 我就感觉肚子一凉 人就失去了意识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病房 姜雨站在床边翻看着病例 看我醒了 贴心地发问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 心里想的却是 你在这看着我 我不舒服 姜雨点点头 合上了病例本 我以为她要走了 结果 她看着我眉头一挑 我顿觉不妙 对了 刚才你还在睡觉 手机响了 我替你接了 我点点头 沙哑着嗓子到了声泄 谁打来的 咱妈 她说 等你身体恢复了 让我带你 哦不 让你带我回家 见见爸妈 瞧瞧 这人脸皮厚得 堪比城墙了 面都没见过 爸妈 就喊上了 我忍不住 抬起一根手指指向她 想骂她无耻 竟然趁我病登堂入室 结果 就被她温热的掌心 给一把包裹住 然后她温情默默地跟我说 别激动 伤口缝了三针呢 我一口玉气憋在胸口 当场败北 我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出院了 出院之前 江雨叮嘱我 一周后回来复诊 这会儿 我正半靠在沙发上 刷着棕一颗的瓜子 还不忘跟闺蜜 开着外音包着电话粥 送送 江雨就是我的克星 我只要见到 她就倒霉 送送八卦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出来 暖暖 这么大一帅哥 成了你老公 你赚大发了呀 嗯 说到这个 我不得不承认 江雨确实是长在了我的心疤上 就我住院那两天 就不止一次 看到有小姑娘借过搭讪 却被她一一毁绝 更无语的是 有个小护士 竟然来拜托 我给江雨传话 原因是 江医生很看重你的 随着她的视线 落在我的肚子上 我自动补上两个字 蓝尾 呵 男人 收回思绪 我呸了一声 老娘这么美 她才是 捡到饱了 对对 咱家暖暖牛奶 皮肤大长腿 眼波流转性感纯 头发微卷迷死人 便宜她臭小子了 正好我点的外卖到了 我开门去取 我被闺蜜哄得笑成了一朵花 甚至连表情都没来得及收回去 谁知门外 哪里有什么外卖小哥 只有江雨这扫把星 结果 就听到闺蜜 气沉丹田的助威声 从电话里传来 牛奶 皮肤大长腿 眼波流转性感纯 头发微卷迷死人 暖暖加油扑江雨 刺啦啦 似乎一股电流 窜上我的天灵盖 鬼使神拆的 我把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 然后颤抖着手 挂断了闺蜜的电话 冷静了三个术后 我开始在心里疯狂做自我建设 幻觉 刚才一定是幻觉 对 江雨怎么会来我家 那江雨既然不会来我家 肯定就是我看错了 既然是我看错了 苏暖 慌什么 对 我不慌 然后 我整理了一下表情 再次打开大门 露出一个自认为甜美得体的笑 再看到门口站着的 确实是江雨后 垮了脸 真的不怪我大惊小怪 而是今天的江 与有些不太一样 呃 唉 江医生 你脱衣服 我刚才没认出来你 不好意思 今天他穿着休闲 一件白替加一条牛仔裤 青春帅气 荷尔蒙爆棚 江雨扑斥一声笑了 白皙的脸庞 煞时就染上红韵 一双狐狸眼 突然变得炼烟生动 似乎要让我沉沉沉 他抬起左臂 撑在门框上靠近我 淡淡的薄荷味 喷洒在我脸上 刺激着我的鼻腔 我听到他说 你想看我脱衣服 声音清冷金贵 很是好听 我神思一收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刚想解释 却被江雨阻止了 可我觉得还有就 想挽回下形象 江医生 你听我说 你不用说了 我都懂 你懂什么 江雨一脸坦然地 举了举手里的医药箱 似乎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暖暖 我来做术后检查 不请我进去吗 话题转得太快 我神色正愣肩 他长腿一脉 这次是真正的登堂入室了 江雨站在玄关处 打量了一下 慢条丝里的拎着医药箱 走进了我的卧室 我紧随其后 有些纳闷 丝毫没注意 他要去哪里 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这里 我一步一趋地 跟着江雨的步伐 来到卧室 他随手打开灯 暖色调的灯光清晰而下 衬托着他的面容 更加精致清冷 咱妈告诉我的 说话间 江雨坐在床边的矮凳上 打开医药箱拿出工具 示意我躺下来 我扭捏了也就五六七八秒吧 最终选择妥协 还主动掀开了衣服 毕竟人家是来帮我做检查的 再做就显得矫情了 冰凉的触感在我腹部游走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特别紧张的时候 就会叨叨个不停 比如现在 江雨 我伤口恢复的好吗 挺好的 江雨 你轻点 疼 啊 江雨 你的手往哪里摸呀 我看一下吸收的怎么样 江雨 你快点 不要了 你闭嘴 在我的念叨声中 江雨终于收回了手 就是额头青筋跳得厉害 正当我哼哼唧唧准备起身 哭诉他凶我的时候 屋外却传来了东西倒地的声音 我和江雨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凝重 难道屋里进贼了 江雨让我别动 他出去看看 可我左等右等 都没等他回来 按那不住之下 我也走了出去 我发誓 走出来的那一刻 我想好了N种死法 原因无他 我妈 我爸 江雨 三个人整整齐齐坐在沙发上 一脸祥和地看着我笑 妈 你听我解释 我紧不冲到我妈面前 扒拉开坐在那里的江雨 一把握住了我妈的手 结果 我妈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我的手 教育道 年轻人 血气方刚 我们懂 但是也要节制 你这刚做完手术呢 妈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你到底脑补了什么 我有苦难言 看向平时最疼我的老爸 希望他能帮我转移一下压力 结果 老爸红着眼眶 欣慰地看着我 暖暖 你跟小江已经结婚了 怎么能分居呢 今天我拍板 你搬去小江那里住 看缺什么 爸给你们打钱 喜欢什么买什么 小江 以后我们家暖暖就拜托你了 什么情况 我整个人妈了 正在我疯狂运转大脑去思考 该怎么解释我和江雨之间 还没到那一步 江雨说话了 爸妈 你们放心 暖暖这里离他单位有些远 我也有意他能尽早搬过去我那边 不过还是要尊重他的意愿 话落 深情地看着我 一圈人都等着我的回答 特别是我妈 他靠近我小声嘀咕 你要是敢耽误给我生外孙 我要你好看 在老妈老爸的住宫下 我当晚就搬入了江雨的家 我爸妈离开之前 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家里这缺根筋的大白菜 终于送出手了 我们得大大的操办操办 我 原来在我爸妈眼里 我就是一颗大白菜 江雨家很大 大概有一百四十多平 却只住了他一个人 父母都在国外 屋里装饰简单 除了黑就是白 江雨贴心地把主卧让给了我 自己主动搬去了次卧 这让我悬着的心 稍稍有些安定 我真的没想过 不过是生病住了厂院 就能和他有了这么实质性的发展 不过 自从我搬过去后没多久 我的身体也彻底好了 腹部的伤疤不仔细看 几乎看不出来 有时候 我还会开玩笑地调侃江雨 江医生技术不错 江雨也会笑着回我 那小暖暖 要不要试试 每次 都以我被调戏到狼狈回屋告终 我们俩心照不宣地 默认了恋爱关系 休假结束后 我也投入了忙碌的工作中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江雨和我都很忙碌 平常很少能见面 不过 平日里 微信往来还是很平凡的 趁着中午休息时间 我跟江雨正在聊天 笑得春风得意的时候 我们部门的老大 突然靠近我 暖暖 笑得这么猥琐 恋爱了 我立马捂住手机聊天见面 假装恼怒地回对她 少八卦 多学习 哟 万年侄女开窍了 诺 别说胳膊罩着你 两张票 拉近感情的好机会 记住 拿下对方 为咱们研究院万年光棍证明 然后 老大把两张入场票拍我桌子上 给我使了一个你都懂的表情就走了 我拿起入场票一看 全球智能人工一体化研究论坛大会 我瞬间眼神都亮了 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 这论坛对我来说确实是好机会 增进见识的机会 毕竟我在研究院 主要就是做这类项目开发研究的 当即 我就拍了张照 发给了江宇 想问问她 有没有时间 可江宇却回了我一个 我 我们去约会吧 江宇 你管这叫约会 我 多浪漫啊 江宇 暖暖 你怕不是对浪漫有什么误解 我 你在否定我的审美 江宇 不 我只是觉得 你的浪漫有些惊人 在我疯狂安利江宇去参加论坛后 以江宇提出 陪她看场电影为代价 成功说服了江宇 可惜 我如愿了 江宇没能如愿 论坛大会结束后 我就被她带到了后台休息室 里面正好做着我的偶像 江天峰 江天峰 人工智能方面的大能 是我崇拜学习的对象 如今年近50 看起来却精神抖擞 我和江宇刚进入休息室 里面的工作人员纷纷退了出去 只留我们三个人在场 虽然诧异 江宇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可我也顾不上别的 理了理头发就要上前做自我介绍 而江宇比我更快 几步就走到我偶像面前 脆声声喊了声 爸 我里头发的手 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放下 就被这声爸给披了个外焦里嫩 这个爸是我理解的那个爸吗 只见我偶像愉快地大笑几声 还拍了拍江宇的肩膀 然后也遇到 臭小子 可以呀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儿媳妇吗 不错不错 刚才论坛上提出的问题很有见解 是个好苗子 还真是我理解的那个爸 意识到偶像是在夸我 我赶紧回笼思绪 甜甜地喊了一声 叔叔你好 江宇那狐狸眼 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 我扶制心灵般开口 对不起 爸 一时不习惯 似乎被我的上道给取悦了 两父子笑得一个比一个像朵花 不过 我偶像看我的眼神 怎么有点古怪呢 万万没想到 不过是出来 做个学术交流学习而已 直接成了大型见公婆现场 这会儿 我正陪着江宇妈妈 也就是我那婆婆 坐在西餐厅用餐 江宇和我偶像 坐在我俩对面 我婆婆保养得很好 皮肤白细细腻 一双寒情狐狸眼 一看就是江南美人 很好亲近 我看着还有些面熟 感情江宇的美貌 有一大半遗传自他妈妈 我瞥了他一眼 发现他正暗戳戳地看着我笑 见我看他 还在桌下用脚尖踢我 见我不理他 又连续踢了好几下 我这该死的胜负欲 偏偏这时候被他激了起来 卯足了劲踢了回去 结果江宇鬼叫一声 吓了我一跳 我赶紧正金危坐 不敢再动弹 江宇的爸妈 自然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似乎是确定了 我们俩感情不错 江宇妈妈握住我的手 顺势就给我戴上了 一个透绿的玉手镯 看样子就价值不菲 我赶紧推辞 妈 这太贵重了 你还是留着自己戴吧 结果 江宇妈妈笑得更加夸张 看得我分外心惊 只听他说 暖暖 你小时候 不是整天喊着说 要我这镯子吗 我说 这是给我儿媳妇的 你怎么说来着 江宇爸爸笑呵呵地开口了 你说 你长大要给我们老两口当儿媳妇啊 我不是 我没有 你们胡说 直到这刻我才想起来 为什么看着江宇妈妈这么面熟 为什么江宇爸爸看我的眼神那么古怪 原来 江宇的妈妈是我亲妈的闺蜜 小时候我见过几次 而且每次见面都吵着闹着 要她手上的玉镯子 如果不给我戴 就又哭又闹 为了如愿戴上这玉镯子 小时候我没少嚷着 要做她的儿媳妇 天哪 作孽呀 江宇见我一脸的不可置信 又踢了我一脚 没想到 你小时候就哭着喊着嫁给我了 我知道她在开玩笑 可我完全笑不出来 因为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如果她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是闺蜜 那么我们俩扯正这件事 就不是偶然 是某人精心策划的结果 怪不得 我随便拉个陌生人 提出结婚就顺利扯正了 怪不得 我爸妈见到江宇的时候 一点的惊讶都没有 怪不得 江宇对我那一生熟忍的暖暖 原来如此 我被人算计了 还以为自己那么幸运 遇到了真爱 那一刻 我心里涌出惶恐 委屈 心酸 无数情绪一股脑地冲到我的心间 让我瞬间迷茫失措 我平静地退下了手上的玉镯子 把它放在桌子上 推到江宇母亲面前 似乎是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反应 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我 梅阿姨 这手镯太贵重了 我需要考虑一下 道歉 说完 我就站起身 迅速离开了餐厅 出门打了车 就急迟而去 江宇在我身后的呼唤 我听到了 可我现在心头一团乱麻 我需要时间 我并没有回去我和江宇的家 也没有回去我自己的房子 而是直接回去了我爸妈家里 我爸妈家住在顶楼 最上层有个小阁楼 我一回到家 就直奔阁楼而去 那里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爸妈都不知道我怎么了 看着我呼了一脸的泪 担心得不得了 一致认为是江宇欺负了我 我爸气愤之下 就要给江宇打电话 却被我拦住了 爸 不要打 我需要时间冷静下 重新考虑下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我爸和我妈面面相去 似乎没想到 真的是吵架了 顿时吸了旗鼓 我在阁楼里翻了两个小时 才找到要找的东西 看着上面泛黄的字迹 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露出了微笑 如果没搞错 江宇以前还有一个名字叫江萌梦 不光名字图 人也胖胖的 远没有现在那么帅气迷人 高中的时候 班里有个赚学生 据说是父母工作太忙 没时间管他 所以成绩很差 又与人打架 才转到了我们学校 安排进了我们班 因为我是班长 所以老师就安排他 成为我的同桌 要我多多帮助他学习 这人便是江萌梦 谁承想 江萌梦每天上课 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玩游戏 这对于身为班长的我来说 无疑是挑衅我的权威 所以我总是苦口婆心地 督促他好好学习 还熬夜给他整理学习笔记 但都收效甚微 有一次月考 他考得很差 平均分30都不到 班主任很生气 骂他拖了班级的后腿 扬言要让他退学 是我不忍心 替他为班主任老师说了好话 谁知 他开始变本加厉 到处散播喜欢我的谣言 这谣言传着传着 就传到了我爸妈耳朵里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放学的时候 他塞给了我一个信封 要我回家再看 我没有多想就照办了 结果 正好被进来卧室 找我谈心的妈妈看到 她由此认定我在早恋 只因姜萌萌在信里写着 苏暖 我喜欢你 我妈很生气 当即就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 于是 第二天 姜萌萌就没有再来上学了 往后的很多天 我都没能再见过她 以至于后来 她的离开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 我总以为 是我当年没有为她解释 才导致她的退学 可如今 她不光出现了 还改名唤姓 叫了姜宇 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和我结婚 到底为了什么 想到最坏的那种可能 我心里堵得慌 在这些日子的相处中 我确实是动了心 我在阁楼里 一直待到晚上 月光透过天窗 洒落在我身上 我才轻轻挪动了一下手 把那封信 小心地折叠起来 放进了口袋里 我并非喜欢逃避的性格 既然遇见了 就去解决她 即便她是来报复我的 我也认了 确实是我对不起她 等我从阁楼里出来 意外地 竟然看到了姜宇 她和我父亲 正坐在餐桌前喝酒 见我出现 有些醉意的狐狸眼看向我 煞时就带了失忆 看到我心里一酸 险些落下泪来 我爸看我出来 放下手里的酒杯 假意醉酒 让我妈掺着她 回了房间休息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还顺带敲打我 小姜是我盖章认定的女婿 有什么误会 都让人把话说完再决定 我麻木地点点头 果然是有了女婿 忘了女儿的典型 直到我爸妈回了房间 姜宇还是眼眶红红地看着我 没有进一步动作 那模样活脱脱像被我欺负了 叹了一口气 我上前拉起她 你喝醉了 我扶你先去休息吧 姜宇很配合 随着我来到卧室 我刚准备开灯 谁知她走进来的瞬间 身子一歪 就把我圈在了怀里 这是我和她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我有些不自在 轻轻挣扎了一下 结果 姜宇直接就把头 搁在了我的肩膀上 闷着声道 你不要我了吗 这饱含控诉的话 让我积攒了几个小时的委屈 顷刻间就崩溃了 啪哒啪哒地掉起眼泪来 黑暗中 我们谁也看不清楚谁的脸 但是我的抽烟声在这安静的夜晚 显得异常清晰 我感觉到姜宇浑身僵硬 摸索着捧住了我的脸 胡乱地给我擦着眼泪 语气里是明显的慌乱 暖暖 你别吓我 你怎么了 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 着实让我觉得有些丢脸 我渐渐止住了哭声 干脆破罐破摔 抬头问他 姜萌萌 你当年为什么散布谣言 说你喜欢我 我没有问情书怎么回事 也没有问他 为什么不辞而别 更没有问他 又为什么回来 我只想亲口听他说喜欢我 一如这些年 我把他放在心里一样 姜宇摸了摸我的头 叹息道 傻暖暖 我就是喜欢你呀 怎么能说是谣言呢 在姜宇的口里 我听到了另外一个版本 他给我塞了表白信的第二天 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去了国外读书 因为即便我为他求了情 班主任还是找到了他的父母 提出了退学的想法 姜宇爸妈没有办法 只能让他出国读书 所以并没有告诉姜宇实情 直接安排了他出国 而为了能早日学成回国 姜宇开始变得很努力 可就在他努力提升自己 想要有一天完美的回国 出现在我面前时 他听说我在相亲 实在坐不住的姜宇 匆忙之中就回了国 并且和我爸妈串通好了那次偶遇 我妈和梅阿姨的感情不错 姜宇的人品他自然是信得过的 当即就和全家演了一出 逼狗跳墙的大喜 很不幸 我就是那只跳墙的狗 暖暖 我喜欢你 你呢 姜宇的嘴唇就贴着我的头顶 呼吸间都是他身上唇厚的酒香 我被这香味熏得飘飘然 下意识就呢喃出声 我也喜欢你 是心怦怦乱跳的声音 姜宇亲了我 什么纠结难过 在此刻都不重要了 第二天 我是被某人吵醒的 一睁开眼 就看到姜宇那双寒情的狐狸眼 笑隐隐地盯着我 看得出来 他心情不错 可我只觉得浑身酸痛 眼睛色染 和他一对比 我简直是受刑的犯人 而他是失刑的人 因为气不过 我忍不住掐了他的腰一把 却被他捉住了手 高举过头顶 而他说出口的话满是野鱼 老婆 想要 回家给你 爸妈还等着呢 快起床吧 说完 还亲了亲我的脸 一大早 我被他搞得脸红心跳 直到穿好衣服出门 脸都是滚烫的 我爸妈看了 也直到没看到 招呼我们俩赶紧洗漱吃饭 搞了这么一场闹剧 害得双方父母都跟着担心 我的心里很过意不去 主动在饭桌上提出 要两家人一起聚聚吃顿饭 姜宇自然是最喜闻乐见的那个 当场就给姜母打电话过去 定了时间 爸妈 你们周六晚上时间方便吗 我和暖暖到时候来接你们 姜宇做事仔细 我爸妈自然没有意见 开心地答应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啊 我妈和姜宇的妈妈 竟然能给我来个出气不易 周六晚上 只是两家父母商订婚宴的小聚 临出门的时候 姜宇神秘兮兮 拿出来一件白色礼服 套在了我身上 看着这做工繁复又不识端庄的礼服 我顿悟了 姜宇原来你喜欢端庄的 谁知姜宇眉头一皱 古怪的看了我一眼 摸了摸我的头道 我的傻暖暖 就这样我俩一路 窦着嘴来到了酒店 一下车我和姜宇看着眼前的画面 嘴角疯狂抽搐 酒店大堂挂着两个横幅 左书万年铁树开了花 右书洗劫脸里笑哈哈 横批江宇先生 苏暖小姐 新婚快乐 我和江宇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尴尬 我俩正在抠三事一听 燕客厅的大门突然打开 视线索急 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人 我妈和江宇妈妈 穿着红色旗袍 富贵逼人的携手走出来 一人拉住我的一只手 不给我追问的机会 就被他们带了进去 开始七大姑八大姨的 给我轮番介绍 若不是我看向江宇的眼神 太过无助 我估计她自己都被这阵仗 吓到反应不过来救我 而我妈还美其名曰 丑媳妇总要见亲戚的 江宇妈妈很是赞同 搞得我脸红耳热 突然 耳边毫无预兆地 响起了婚礼进行曲 我爸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牵着傻掉的我 走上红毯 在男女双方亲友的见证下 把我的手交到了江宇手里 并嘱咐道 臭小子 我家的白菜 以后就交给你了 底下哄堂大笑 我低语 爸 这么煽情的氛围 你大可不必强调 白菜这件事的 也许江宇才是那颗白菜呢 可我也不想做头猪啊 我爸刚下台 江宇就变戏法一般 掏出一打本子 塞到我手里 我用余光扫了一眼 有房产证 存折 甚至还有职业证书 暖暖 这是我所有的身家 以后全部交给你保管 哇好甜 好甜 台下起哄声 此起彼伏 我眼眶微热 准备伸出手去接 指缝突然一凉 一枚鸽子弹 就已经被带到了 我的无名指上 江宇单膝跪地 郑重地捧住 我的手被印上一吻 我听到他虔诚地开口 暖暖 你愿意永远做江太太 永远和我一起 走下去吗 在亲友的起哄下 我抿住嘴角的笑意 扬起手 假意嫌弃钻戒不够亮 故意逗弄江宇 哎呀 钻戒不够亮 怎么办呢 我婆婆急忙 把传家玉珠递了过来 暖暖 还有我的 我妈在旁边急得跺脚 酥暖 你给我正经点 最终 一切水到渠成 江宇站起身 不顾这么多人在场 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 然后 在我耳边低语 老婆 你才是我心里最闪亮的暖羊啊 江宇篇 江宝宝三岁的时候 去了外婆外公家玩耍 外婆拿出妈妈小时候的奖状 激励江宝宝 宝宝啊 长大也要像妈妈一样优秀哦 江宝宝眨了眨大眼睛 想起爸爸总爱缠着妈妈问棒不棒 他有样学样 含糊不清道 棒棒 外婆开心地亲了亲小可爱 走到厨房给江宝宝准备晚饭去了 晚上 吃过晚饭 江宇就来把孩子接回家 等把宝宝红睡了 准备洗衣服的时候 从江宝宝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不知道在哪里 又是什么时候被江宝宝给发现 并塞进了口袋 带回了家 江宇打开皱成一团的纸团 纸张微微泛黄 但看得出来是张性纸 因为时间过于久远 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 可江宇还是认得出自己的字迹的 苏暖 我喜欢你 江宇倾笑 向下看去 只见这首书后面 还有另外一句话 字体娟秀 字里行间透露着写字之人的欣喜和青涩 上面写着 我一只 许是江宇在洗衣房担得的时间太久了 苏暖找了过来 江宇 怎么了 男人的眼睛透着水溢 狐狸眼中满是波光 苏暖心里咯噔一声 着急地唤着 却被江宇一把抱在了怀里 低沉音哑的声音 从苏暖泊梗处响起 暖暖 一直都是你 我喜欢的 原来从一开始 喜欢的就是我 江宝宝片 江宝宝七岁了 有一天 同学们提起爸爸和妈妈的故事 他立马来了兴致 放学回到家 就兴冲冲地追问妈妈 吵着要听 苏暖被闹得没办法 只能思考了一下 回答道 是爸爸先追的妈妈 正巧被下班回到家的江宇听到 他急忙对着儿子解释 妈妈记错了 是他先追的爸爸 苏暖没想到 江宇脸皮这么厚 当着孩子的面说谎 立刻撅着嘴瞪了他一眼 然后江宝宝就看到 爸爸又抱住了妈妈 笑着说 当初不是你见色奇异 当街拦路领证吗 又秀恩爱 江宝宝嘟囔一句 很识相地回去了自己房间 看书写作业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没问题 又是 那你会听到 我看书的 有点